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学习新概念英语四册的第一课 就是Lesson 1 Finding Fossil Man 发现化石人 其实这个翻译的不好 应该翻译成为发现远古人类 为什么这么翻译好 一会儿在课文中咱们会说 首先咱们先看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请大家打开教材第六页 打开第四册教材第六页 跟老师把生词和短语先大声读一遍 好 动作快捷教材的第六页 Let's look at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Now read after me Fossil Man Fossil Man Recount Recount Saga Saga Legend Legend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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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rop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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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eologist Archeologist Ancestor Ancestor Polyne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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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就是书上这个注音叫发Z的声音也行 在那边 Polynesian Polynesian 两个声音 Polynesian Polynesian 都对 就后面那个字母S 一个发Z 一个发Z 两个声音都可以 接着往后来 Indonesia Indonesia Flint Flint 注意这个发音 不要读成Flint 它不是发E 在单词中间 这个短音应该发A A 所以是N Lan Lan 不是Lin 不像树林的Lin 有点像很Lan 那个声音 在那边 Flint Flint Rot Rot 好极了 这是这颗书的声词短语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首先先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表中 一些重点词汇 所以重点词汇 我们先做个讲解之后呢 在课文中理解起来 就比较方便 先看第一个 比较重点的词 就是咱们看看这个叙述 或者是讲述 这个动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Recount Recount 首先注意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另外大家注意这个 O 这个声音 好多人按照汉语拼读中 O 这不是Recount Recount 不是这个声音 它前面发 后面发 O 所以是O O 有点像猫叫 那个 喵 所以只要裂开 再收回来 再加这个笔音 我们再提个下 Recount Recount 好极了 这个词叫讲述 或者叙述 讲述 一定要记住搭配 它一般多跟事物所编语 向某人讲述某事 Recount something to somebody 这个时候跟另外两个动词 从用法和含义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动词relate 还有Report 后面两个词呢 都是多一词 Relate 大家最熟悉的含义 可能表示把A和B联系起来 Report呢 可以表示报告 报道某新闻等等 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示讲述 表示讲述 叙述某个事情 向某人讲述 都是先加事情之后 再加to 这次do 再加人 这个搭配是一样的 而且后面两个词 多一词 要记住 Relate 它本身也是多一词 这个容易翻译错 但是它表示 向某人讲述某事 大家最熟悉的动词 可能是Tell 但Tell搭配不一样 它的搭配是Tell somebody something 或者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加不加这个About 就看是不是表示 关于这个含义 比如告诉我 这个某个事情 就把这个事直接跟我说 那就没有About Tell me her telephone number 把它电话号码告诉我 这当然就不加那个About 如果告诉关于某事的情况 就得加About Tell me about theft 把这期盗窃情况 跟我谈一谈 关于这个盗窃的情况 咱们加一个About 对吧 但这个时候一定先加人 然后加这个something 或者About something 而不能先加这个事情 这个注意语序 不要把它弄错 不同搭配 语序是不一样的 所以光级单词本身 是根本没用的 否则的话 你写文章是写不出来的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先看recount 这个例子 这个女人向警方讲述了上个星期发生的事件 这个搭配是完全正确的 像某人讲述某事 那再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relate这个用法 relate表示讲述是比较文气的用法 因为它通俗的含义往往表示联系 我们看一下三册的56课里面就出现这个用法 学过三册同学应该还有印象 三册56课就合流我们的邻居 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本能的知道 正如养蜂人对他们的蜜蜂一样 知道什么呢 know how我们的宾语在这呢 know how我们的在这 是他的宾语从举 宾语从举太长了 后置了 知道什么 misfortune might overtake us 不幸可能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如果怎么样 如果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世界 没有对他讲述那样 如果没有对他讲述的话 这个it表示这个河流 你看be related to somebody 这是把河流比成邻居了 所以还是向某人讲述 还是来自relate something to somebody 这个搭配 没有向河流讲述的话 是被讲述吗 用了被动 这个搭配是对的 好 那么再看一看这个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四册里面也出现这个用法 新更年四册就是在28课里面 166页第20行中间到21行 166页20行中间到21行 History does not relate whether his friend accepted his medical help but in all probability he did 历史并没有讲述 他的朋友是不是接受了他医疗上的帮助 但是很有可能他这么做了 这个relate在这绝对不是使联系 而是表示讲述 relate something 只不过没有说to somebody 后面的to somebody被省略了 还是讲述第四 好 这是我们四册里面 同样我们再来看看tell的用法 在三册的第16课 玛丽有同小羔羊出现了这个tell的用法 你看 再把这个盗窃情况跟几个朋友讲了之后呢 Dimitri发现他的邻居阿列科 刚刚突然间得到了一头新的小羊羔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这个搭配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看到认识单词本身远远不够 必须记住单词用法 这个搭配不是明白就行了 希望背下来 那么我们做一道当年的术后题 就新课念三册16课术后练习题 咱们看一下啊 有这么一道题出得好 after什么 the theft to several of his friends 这是根据刚才那句话来选择的 在把这个盗窃情况跟几个朋友讲述了之后 大家注意 他先跟的是事情 后面加着to somebody 把某事讲述给某人 我们大家应该选哪个 能选A吗 不对 tell 没有tell something to somebody 没有这个搭配 tell是不能这么用的 这个A错了 应该选哪个呢 我们看到只能选B选项 reporting the theft to several of his friends 这个report不是新闻报道 而是讲述this 跟这个relate recount用法是完全一样 对吧 report something to somebody 而C选项express 表示表达某人的思想感情 这个含义就不对 B选中counting count是表示数数的意思 在这也不对 那么如果改成recount就对了 前面少了re两个字 是同一词 同行进词组的变析 所以正确选项是选B选项 这个正确 好 这是我们看的 表示这个叙述 或者像某人讲述模式 跟它类似的 有一些类似的一些近义词 比如说表示技术模式 继续模式 动词可以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narrate narrate 这是极物动词 表示继续某个事情 技术 而且尤其是表示 按照时间的顺序 上午八点出了这个事 上午九点钟发生这个事 按照继续文的方式 按照时间的顺序 来继续模式 那技术模式可以用它 那相应的 它的名词形式继续文 继续文 就可以用这个名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narrative narrative narrate 是动词 它的名词 这个文体叫narrative 就是我们说的继续文 按照时间铺陈的顺序 来这个记录下 把这事情过程记录下来 这就是继续文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近义词 还有行径词 我们可以同时看 你看recount 是表示讲述 还有一个比较中间的词 动词 account 这个词做名词不说了 做名词比较简单 account做名词 可以表示银行的账户 open an account 表示开一个账户 可以这么说 但是它的动词呢 一般用在这个固定搭配 考试考得特别多 就是account 我们叫for 我们把它搭配读一下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这是考试五星级重点的西语 account for 咱们见到 立刻反映出 有两个意思 第一意思表示 占多大的比例 第二个意思表示 解释模式 第一个表示 占多大的比例 后面一般跟一个比例或百分比 我们看例子 african americans account for twelve percent of the u.s. population african americans 就美国黑人了 有时候也可以用 african americans 也行 那么美国黑人 占到了美国人口的 百分之十二左右 是占多大比例 可以用它 但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表示解释 how do you account for it 你怎么解释这个事 表示解释 甚至更常见一些 我们再看例子 the gene they discovered doesn't account for all those cases 他们发现了 这个gene 当然基因了 怎么样呢 并不能够解释 所有这些案例 或者病例 对吧 这个基因可能能解释 一部分 但并不能解释 所有的这个案例 或病例 account for 这里表示 explain 解释的意思 注意 recount 讲述 account for 是解释 或者占多大比例 还有一个 大家比较喜欢的字 就是折扣 我们大声在录下 打折折扣 这个词 大声来面 discount discount 叫折扣 打折 这个容易翻译错 当然这个词 本身做名词比较常见一些 看看该怎么来翻译 members get a 20% discount 会员可以打几折呢 这个不是打两折 两折太多了 会员可以打八折 就可以打下来20% 那80%掏钱 这20%我不要了 多好记 this可以表示不 否定的字头 这个钱我不数了 我不要了 20%钱你拿回去 这20%钱你别叫了 我不数这个钱 等于这20%是免掉的金额 所以大家记住 20% discount 是表示打八折 而不是打两折 就好了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词汇 这个recount 相关词可以放在一块 记住 第一个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长篇英雄传说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saga saga 这个大家注意发音 好多人呢 容易把这词读成saga saga 他们就以为什么呢 以为在美音中啊 就是个英式发音 莫为加的一个卷舌音 所以呢saga saga 变美音了吗 没有这么简单 再把事物过分简单化了 梅雨中卷舌是一个特色 但不是每个地方都卷舌 不是瞎卷的啊 它的卷舌是一般 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哪个条件呢 就一般来说 必须出现个字母R 有个字母R的话 这个舌尖才能勾回来 没有这个字母R 是不卷舌的 你想想咱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你想想星星这个词 英国人都是star star 美国人都是star 也不能说star 不行 先发啊 最后卷一下舌头 star star 像体育运动 英国人都是sport 美国人都是sport sport 最后要把舌头勾回来 咱们就勾说也行 就指向喉咙勾回来 但是像没有字母R的地方 就不能卷舌 很多地方这么卷得太烂了 你像这个中国 好多人读着china china 这个不对 那么china 后面没有字母R 后面还是啊的声音 不能卷舌 我们搭上来一遍 china china 同样这个词呢 没有这个字母R 我们再来一遍 saga saga 还有熊猫 p-a-n-d 不要都称pander 是panda panda 在美音中 也不能勾说的 除非一些非常怪的 一些方言图语可能 但英式美式中 这个地方都不能卷舌 这个要注意 还有呢 有的地方 前面卷后边不卷 这更容易错 你像紧张的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英式发音是都不卷舌 都是nervous nervous 啊啊 这么一个声音 美式发音前面有字母R卷舌的 后面 o-u-s没有字母R 所以前面是ner 后面是vers 后面是er 前面是er 跟老师读一下 这个紧张的 nervous nervous 而不要读nervous 英文是nervous 美国是nervous 后面注意 没有r的话 舌尖不要勾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遍 saga 在本文中呢 表示长篇的英雄传说 但是它是生活中的意思 saga有个本意 我们先看它的 这个本意是表示什么 它的本意是这个意思 就是a prose narrative recorded in Iceland in the middle ages it written about the Vikings of Norway and Iceland 它是这样一种文体 叫什么呢 a prose narrative 是一种 prose本身是散门 narrative 刚刚讲过 叫继续文 所以放在一块 prose narrative 就是咱们常说的 叙事散门 叙事散门 那么被试在哪呢 是在这个冰岛 这地方被记录下来 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中世纪的时候 中世纪大概一千年 大概是公元 四五百年 到公元 一千四百年 一千五百年左右 中间这大概一千年左右 时间 被称为叫做 middle ages 有的时候也被称为 叫做dark ages 就黑暗的世纪 就当时神权和王权 比较强大 老百姓比较愚昧的时候 那么it's written about 它是被写的 关于什么呢 关于那些挪威 和冰岛的海盗的 这样一些故事 这种故事的文学题材 叫saga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北欧海盗 这个词 viking viking 我们这有个海盗 叫p-i-r-a-t pirate 这是各种海盗都行 一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加勒比海盗 咱们看过这个电影 但viking 一般指北欧的 尤其是什么冰岛啊 是挪威啊 这个地方的北欧海盗 而且这个时候 一般v是大写的 capital v 这种文学题材 我们叫saga 但后来呢 就可以表示 各种各样的 长篇的英雄传说 长篇英雄传说 可以用啥 mostly real 大多数情况下 记录的事是真实的 多数是真实的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些文学的题材呢 咱们可以顺便看一看 类似的还有 像有个题材叫epic 咱们诸文翻译成史诗 史诗 历史的史 诗歌那个诗 我们大声来读 来读一下 epic epic 就是long poems 常诗 about ancient heroes or gods 有关于古代的那些什么 神呢 古代的英雄的 一些长篇的诗歌 咱们一般翻译成史诗 这个一般就partially real 部分正确 部分是虚构的 有一部分是真的 有一部分是虚构的 这个可能虚构的成分 比那个saga就更多一些了 这种史诗呢 有很多很著名的一些史诗 比如像著名的的Iliad 咱们翻译了 伊利亚特 written by Homer 这是河马写的 这个伊利亚特 这是一个著名的史诗 It has a story about the children's war 它的讲述有关特鲁伊战争 especially about the hero Achilles 尤其关于Achilles 这个Achilles 这个刀枪不入的 这位神 他的故事 这个特鲁伊战争是存在的 但Achilles这个人是虚构的 所以这种史诗 往往是半真实 半虚构的 这么一个特色 你还有像这个 John Milton 写的著名的 Paradise Lost 这个Paradise 咱们三册十二课讲过 它可以表示什么天堂 也可以表示伊甸园 也可以表示 人间乐土 世外桃源 在这里面专门是表示伊甸园 后面加Lost 往那一块是施乐园 It has a story about Adam and Eve 讲述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And why and how God punished them 以及上帝为何 以及如何惩罚他们 这也是长篇的诗歌 这种叫史诗 那么叫Epic 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 叫民间传说 这个也是部分真实 部分虚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Legend Legend 就民间传说 或者翻译成传奇故事 或者翻译成野史 这个都行 这个在民间也特别特别多 欧美和中国一样 你看 有个著名的民间传说 这传奇人物叫做 罗宾汉 我们就可以说 The Legend of Robin Hood 罗宾汉的传说 就跟中国民间故事说 黄天霸 陆林英雄 是一样的 那同样这个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就是传奇的传说中的 正史中记载没有 老百姓呢 民间故事中存在的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传说的这个词 Legendary Legendary 你看我这个说 Robin Hood is a legendary hero 罗宾汉 就是位传奇英雄 他是正史中没有的 当然Legendary 也可以做派生意 就是famous 著名的 他不一定非得是传说中的 派生意就是著名的 你像我们说 Steven Spielberg is a legendary director in Hollywood 那史利芬 斯普伯格 好莱坞的著名导演 就不一定是发现的传奇的 但是确实都来自于 名词Legend 可以这么来信 但还有一种 几乎都是虚构的 就是神话 神话有两个版本 我们分别读一些 先读一下第一个 Myth 不要读Myth 他我说了单词中间短页 不是读成e 而是发a 所以不是myth 再来遍 myth myth 还有这个词个儿大一些 再来遍 mythology mythology 这个myth 可以当可数名词 但mythology 表示神话 一般表示这种文学题材 一般来说是不可数的 一般来说是不可数的 你像希腊神话 咱们即可用greek myths 后面加s 也可用greek mythology 这神话都行 但读mythology 一般来说是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比较常见一些 这个词在星干天四册也出现了 咱们看一下四册第二十一刻 就是一百二十一页的 第六行末尾到第八行 一百二十一页 第六行末尾到第八行 这很有趣 二十一刻正好在一百二十一页 就星干天三册二十六刻 正好在三册一百二十六页 很多巧合很有趣 这谈西部片电影 他说 He had lived in it as a child when it was already disappearing and his hero was firmly rooted in his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and in both the history and the mythology of the vanished frontier 他就是威廉埃萨特 这位西部片的著名的大影星 他自己就在西部生活 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在那里生活 这个时候西部 蛮荒的西部已经慢慢消失了 被文明所代替了 并且他塑造的主人公 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记忆 和他的亲身经历之中 并且还深深地根植于 这个in是跟前面的in并列的 还是be from the routine in 深深根植于 那也已消失了边疆的历史和神话之中 注意神话 mythology是个不可数名词 神话故事一般多数都是虚构的 好 这是我们第二个重点词 三个相关在阅读中 或者在写作中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类似的题材 咱们放在一块儿 不得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了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迁移或者移居这个词 就是从一个地方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 尤其为了什么找工作 这种迁移或移居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migration 叫迁移或者移居 从一个地方搬到比较远的 另外一个地方去住 尤其是为了 especially to find work 尤其为了找工作 那么这个是个名词 迁移居居这种形式 或者迁移居这样的行为 但是我们还在动词形式中 我们先看一看 就是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们先大声一下 来读一下这个词 英式每次发音重音不太一样 英式发音重音在后面 我们大声读一下 migrate migrate 那美式发音重音在前面 这么读 migrate migrate 表示迁徙或者移居 这个动词跟刚才名词类似 它可以表示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尤其为了找工作 那这个词呢 它本身呢 有时候也就是动物或者鸟类 就是to travel regularly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especially with seasons 那么有规律的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居住 尤其是随着季节的更替 所以鸟类或动物的迁徙 什么大雁南飞 这种 这个也是用这个词 所以指人指住动物都行 这样的行为呢 被称叫migration 这样的人 或者翻译的候鸟 叫migrate 这一个动词 两个名词 我分别大声读一下 按照美式发音排便 先看 第一个动词 人或动物的迁徙或者移居 大声那边 migrate migrate 再读一下迁徙或移居 这个行为 migration migration 再读一下这样的人 或者候鸟 这样的动物 migrate migrate 这个是指人指动物都行 而且呢 无论是到国外去 还是在国内 这个都可以 跟出入境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这个词呢 还不如另外一些词用的多 尤其我们用移民这个词 就是从这个 这个外国搬到搬进来 本国来居住 从外面进来了 这种移民 这个动作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个不可能指动物了 一般都是人 我们大声读一下 immigrate immigrate 无论英诗美诗 中文都在前面 发音完全一样 再读一下这样的行为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这是移民 从外国到本国来 因为I am 还有I in 可以表示进来 从外国到本国 这种移民 这样的人呢 就被称为叫 大声音乐 immigrant immigrant 你看单词的变化形式 跟前面是类似的 这是移民 这个移民一定是 从外国进来到本国的移民 所以老外把这单词分得清 你像 illegal immigrants 非法移民 permanent immigrants 叫做永久性的移民 就是长期永远住在这 而不搬走了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从外国进来 相关词 那么还有一个是 移居到外国 像中国人移民到 澳洲澳大利亚去了 这个动作叫 emigrant 非常好记 因为字母 I am 可以表示进来 但字母 可以表示向外 或者出去 这个含义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emigrate emigrate 它是动词 反应动词叫immigrate 但是中文都是移民 但一个是冲外 一个是冲内 那emigrate 往往跟切词from搭配 而emigrate 往往跟切词to搭配 好记吗 从这里出去 那么到这里来 一个用from 一个用to 咱看一个句子都用上 Europeans emigrating from their homelands after world war two were encouraged to immigrate to Australia 这个emigrating from their homelands after world war two 是非为动词当后制定语 修饰前面的欧洲人 那么在二战之后呢 从本国自己祖国移民出去的欧洲人 就从本国离开的欧洲人 这是出去用动词emigrate 分词emigrating 然后呢 被鼓励移民到澳洲去 emigrate to Australia 这个emigrate 后面跟切词to就好了 同样的 这样的移民行为 离开本国的行为 叫再读一遍 emigration 这样的人 这样的移民叫emigrant 注意这是离开国家的 咱们最后再做一下这个总结 那么第一行 是指人指动物都可以的迁徙或者移居 他跟进出国是没关系的 先读动词migrate 再读行为这个名词migration 再读人或动物migrant 好 第二组呢 是从外国进来 这样的移民 这只能指人了 先读动词这个动作emigrate 再读行为名词immigration 再读这样的移民这个名词emigrant 然后呢 第三组是出国去 从本国出去 这个动作叫emigrate 他的行为叫emigration 这样的人叫emigrant 第一组指人指动都可以 后两组一般都指人就好了 好 我们这个重点词跟老师把它记住就好了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这个比较大个的词 叫人类学家 注意出现teach 一般都会发生上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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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牙中间把舌头伸出来 往回轻轻收一下 舌尖吐出两个牙中间 往回一收 舌尖跟上牙 上牙 轻轻蹭一下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nthropologist anthropologist 轻轻蹭 不能吐他 anthor 吓别人一跳 吐一点就行了 我们再来一遍 anthropologist anthropologist 人类学家 那么不妨跟人类学同时记住 人类学家是他 我们再读一下人类学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有的同学一看到大个单词就讨厌 不要讨厌 越大个单词这么越喜欢 为什么呢 越大个单词它意思越少 你像一个go 好几十个意思 特别难掌握 但大个单词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anthropology 就是人类学 没别的意思 特别好记 另外一个单词一大之后 我们有字根 你看这anthropologist anthropology里面 有一个重要拼写 就是anthorop 这个anthrop 这个字根 出现的话 一般都表示man 不是男人 是人类 一般是个人类相关 人类学研究人类 是离不开人的 我们看几个相关的同根字 比如先看一个形容词 这是类人的 跟人有些类似的 一个形容词 我们大声都讲 anthropoid anthropoid 这是一个形容词 类人的 类似的那个类 跟人很像的 anthropoid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gorillas chimpanzees and gibbons are all anthropoid apes gorilla 大猩猩 chimpanzee 有的时候说起来 chimp 黑猩猩 gibbon 就是长臂猿 都属于 类人猿 后面这个 ape 叫猿猴 我们可以读一下 类人猿这个端语 anthropoid ape anthropoid ape 我们出现词 就不要放过 读一下大猩猩 这个词 gerilla gerilla 不要读 gerilla 没有字母 再读 黑猩猩 chimpanzee chimpanzee 这词太长了 有的时候把它缩写成 chimp chimp 也行 再读一下 长臂猿 gibbon gibbon 类人的 叫anthropoid 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词 叫人类产生的 或者人类导致的 这个在咱们写高级写作中用的特别多 那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anthropogenic anthropogenic 叫由人类产生的 或者人类导致的 前面这个anthrop 还是人类 特别好记 后面这个gen 三个字母放在一块 一般就是产生导致的意思 你像动词generate 本身就是产生导致 那么有个词叫怀孕的 形容词是什么 叫pregnant pregn 后面再加ant 你发现这个gen 就是gen的一个变形 把中间字母一去到之后呢 就好了 然后后面ant是形容词字根 pregn是表示在什么什么之前的 在生之前的 不是怀孕的吗 还没生下来呢 所以gen 有的是缩情之夜 是产生或导致或生这个动作 由人类产生的 人类导致的叫ansprogenic 就特别好记了 咱们看几个例子 这都出自直而易的写作的范文 因为李老师同时在新东方 也教一些考试的课程 像直而易写作 李老师也教 你看 the pending extinction of some species are caused by ansprogenic facto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ending是即将发生的 即将发生的 有可能发生的 有些物种的潜在的灭绝 就即将可能的灭绝 这个species 是个美式发音 英式发音呢 有的是多数把它都用species 美国的两个发音都行 species species 都可以 都能听到 是由人类的因素导致 人类产生的因素 ansprogenic factors 这个用的特别多 或者直接 或者间接 这是人类导致人类产生的 再比如说 你看这直而易写作中用的单词和 去世结构都比较难了 这个用三册可能达不到这个难度了 四册可以 为了保护 wilderness areas 就是野生环境 原始环境 在自然状态不动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lesson 是降低或减缓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以减少或减缓 人类对大自然的干扰 人类的干扰叫ansprogenic disturbance 人类产生的干扰 对吧 那么这有什么用呢 这是至关重要的 to be of great importance 至关重要 对什么来说 对evental conservation 环境保护 还有呢 ecological equilibrium 就是生态平衡 这个ecological equilibrium 这个词 我们在新概念第四册 十八颗海豚 那颗书就讲到 这些表达 新概念四册里面几乎都有 好 这是人类产生的 人类导致的 再看一个例子 这更长了 可见这个词特别常用 这是一个在 Jerry写作 医术文章中 范文中的一个片段 它是一个开头段的片段 他说 I strongly agree with assertion that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knowledge require expertise from various fields 这是表示 对题目的观点是同意的 我强烈同意这样一个断言 什么呢 就是在知识方面的 大规模的巨大的进展进步 需要什么呢 需要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这个expertise 是等于对前面这个knowledge 做一个进一词的替换 expertise 表示专业知识 但跟knowledge 类似的是不可说明 然后怎么样呢 the world 它给个原因 为什么需要各种各样的 这个专业知识呢 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 有这个特征 the world around us 我们周围的世界 怎么样 present seamless web 构成了这么一个 没有缝隙的网络 这个seamless 是没有缝隙的 它来自名词seam 就furness的意思 那么这个网络怎么样 是由physical and anspergenic forces 是由物理的和人类的力量 所编织起来的 一个复杂的网络 这错综交织在一块 物理的 physical 人类产生的 anspergenic force 是力量的意思 而这个网络呢 通常转一些方式 来相互作用 什么方式呢 就是只有通过 不同学科的领域 相互交叉 才能够理解的这方式 来相互作用 就是说明必须 这个相互借鉴 不能闭门造车 那么两个例子呢 那非常这个 充分的论证 这个观点 那就是文化人类学 和天文学 说明整个文章 要以这两个领域为例 来论证 必须相互借鉴 不能闭门造车 你看这个开头段 写的有难度 anspergenic 这个词 是人类产生的 或者人类导致的 还是来自于这个词头 还有 我们愿意 还可以再多记一些 这是一个名词叫慈善家 我们先大声读起来 Philanthropist Philanthropist 慈善家 我们看到中间 这个anthrop 还是跟人类相关 那前面有个小小的字头 叫feel 这个feel 我们出现的话 在自根之中出现的 意思表示love 就是爱的意思 那么前面是爱 后面是人类 爱人类 ist表示人 爱人类的人 慈善家 他爱别人呢 他捐款捐物 这个feel 表示爱的含义 咱们在三册 27课生词中讲过 27课在三册里面 出现过哲学家 叫philosopher 前面 phil 还是爱 中间有个p 写叫soph 这个soph 四个字不放在一块 表示wisdom 智慧的意思 你像高级的 高精尖的 叫sophisticated 跟智慧相关 大二的学生 叫sophomore 因为智慧多一些了 大一的叫freshman sophomore 跟智慧相关 所以爱智慧的人 叫哲学家 爱人类的人呢 叫慈善家 这就特别好记了 那么anthropology 后面还有个ology 有没有第一个字母 我都行 ology 或者logy 它是表示 to study 去研究的意思 那么研究人类 叫anthropology 就特别好记了 这个ology 用的特别多 你像biology 叫生物学 这是logy 前面这个bio bio 三字母放在一块 可以表示life 生命的意思 那么研究生命 叫生物学 大家知道 那个传记叫biography gography是写的意思 写下人的一生 这叫传记 研究生命呢 这叫生物学 还有呢 地质学 geo是表示earth 大地的意思 研究大地 叫地质学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geology geology 这个呢 叫心理学 因为psych 有的时候 用psycho也行 有没有后面 这个字母 都可以 它表示mind 人的心理 精神心智 研究人的心理 叫心理学 我们大声读一下 psychology 注意这p是不发音的 不要等于poh psychology 没有这个是 这样的发音 在那边 psychology 心理学 那么前面这个physical 就是身体的 研究人的身体 这叫生理学 特别好记 我们大声读一下 physiology physiology 这是生理学 研究身体的 那不妨我们把 这个书中 另外一个生词 咱们一块看 就是生词表明 另外一个词 就考古学家 也出现了这个ology 还有ologist 那ology 就是研究传的人 IC表的人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考古学家 archaeology archaeologist 这是考古学家 我们在生词表里有嘛 就是在生词表的 这个第一列最后一个 这个里面老师没有拼错 为什么呢 这个 a acrch a eo lo a e o l 这是用的一个英式拼写 那美式拼写 有的时候可能更简单一些 这个拼写会短一些 但这两个拼写都行 这两个拼写都可以 我们先按照这个 这个单词本身 先大声来读一下 archaeologist archaeologist 这是考古学家 考古学呢 就是archaeology就好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rchaeology 这个比较复杂的 还是用的英式拼写 美式拼写有时候 会更短一点 那为什么这么拼呢 因为ology还是去研究 那么前面这个arche 它来自古代的 你看c-r-c-h-a-i-c 这本身就是古的 古雅的古代的 叫archaeic 是古 研究古代 叫考古学archaeology 研究古代的人叫archaeologist 就特别好记了 我们顺便可以把后面那个 考古学大声读一下 archaeology 这个字在三册 第三课就讲了 再读一下古代的 archaeic archaeic 刚好 研究古代 叫考古学 这个好多词呢 可以顺便在一块 不得记住就好了 好 我们这个重点词 看在这 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祖先祖宗 这个词 可数名词 而且常用复述 祖先有很多嘛 对吧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ancestor ancestor 祖宗或者是祖先 普通的可数名词 习惯用复述 这个我们先看 这里边有字根 特别好记 ancestor 前面的an 它有的是相当的ant 这四个字目放在一块 跟那意思 可以表示同一个意思 可以表示在前面的意思 表示在前 在前面 那么这个s ces 这三个字目放在一块 常常可以表示 to go 去走路的意思 这个or 或者tor呢 往往都可以表示person 人的意思 走在前面的人 我们的仙人 先走一步 他们先出生 先死掉 是我们的祖宗 走在前面 所以呢 走在前面的人 我们再读一下 ancestor ancestor 这个词也是有字根的 所以特别好记 这词常用复述 比较常见一些 我们看一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阎帝和皇帝 都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 你看在这用复述了 而且legendary传说中的传奇的 都是我们在刚刚讲过的单词 这个nation在这翻译 民族好一些 中华民族 传说中的祖宗 祖先 叫ancestor 那么在写作中呢 有些词经常可以跟它替换 几乎完全一样 就是这个forefather 和forebear 都可以表示 某些人的祖宗或者祖先 而且呢 都是常用复述 都是刻述的 这几个词 几乎没什么区别 可以替换 我们再分别读一下 forefather forebear 这个foree还是在前面 在爸爸前面那些人 不是我们的祖宗吗 爷爷 太爷爷 祖爷爷 对吧 这个同学 这个不是狗熊吗 在狗熊前面呢 bear不但表示熊 bear表示动词 不是出生的意思吗 先出生的人 不是我们的祖宗吗 但注意这都是名词 我们再读一下后面 forebear forebear 经常用复述 our forefathers our forebears 就像our ancestors 我们的祖宗们 祖先们 这三个都是可数名词 都常用复述 这祖宗这几词简单 但这个后代 就不较麻烦 这个在新概念三册讲过 等于多数是复习 这后代呢 常见的 常考的 我们常用的 有三个词 分别用法都不太一样 先看第一个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descendent descendent 这是最普通的一个词 表示某人的后代 或者是子孙 这个词是可数名词 本身当然有单复述变化 复述呢 加个s就好了 本身是可数名词 比如说 He i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他是孔子的一个 直系的后代 direct的亲属是直系关系的 Confucius 孔夫子 世界名人 这博士用汉语拼 是音译过去 Confucius 孔夫子 是这么来的 孔子的一个直系的后代 注意前面加 是普通可数名词 还有一个后代子孙 就是用这样一个词 指人 甚至有的是指动物都可以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Obspring Obspring 子孙 后代或子女都行 但这个词呢 它是可数的 但记住单复数同行 One offspring Two offspring 不能再加s了 它本身单复数同行 单复同行 比如说 The conflict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offspring 那么父母亲 和他们的子女之间 这些冲突 他们的子女 很可能有很多很多了 但注意不能加s 因为Obspring 可数 但记住单复数同行 这个复数是不能加s 这得注意单复同行 还有一个子孙 咱们在三侧见过 不可数名词 泛指我们千秋万世的子孙后代 它不能指某一个具体的子孙 所以它是通称的词 不可数的 我们搭上来面 Posterity 注意不要读Posterity 这个中间要酌化 因为在s 后面中读 声带要震动 有t变成的 再来面 Posterity Posterity 子孙后代 但这个词永远不可数的 咱们再看这个例子 These works of art are preserved for posterity 这些艺术品 是为了后代 所保存下去的 为了后代 这个搭配 可以记住 就是Do something for posterity 为了后代怎么样 但注意这个词不可数名词 前面又没有贯词 后面又没有单复数变化 是不可数的 通称的词 所以三个表示祖宗 都是可数名词 常用复数 但是三个后代用法却不一样 大家把这细节记住 才能在英语中 把它用对 用好 这个重点词 邓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就是最后一个重点 咱们来看看 腐烂这个动词 当然英诗美诗发音不一样 在英诗发音里面发 O这个声音 大声跟老师读一下 Rot Rot 口是半圆形的 应该是圆形的 两个嘴唇都是半圆形 拼在一块拼一个圆圈 在里面 Rot Rot 它叫腐烂 这个词 这个词 极物不极物都可以 它动词 极物不极物都可以 既可以表示食腐烂 也可以表示主语本身烂掉 都行 你比如说 Too much candy will rot your teeth 吃太多糖果 可能使你的牙烂掉 使你的牙烂掉 就Rot your teeth 使烂掉 食腐烂 但就是candy 表示糖果 这是candy美食用法 不可数的 不可数 但如果用sweet SW-E-E-T 这个也是糖果 这一般用的英果 这个词是可数的 而且常用负数 就sweet 但candy 表示糖果是不可数的 你看语言细节特别多 拿不准一定查字典 甚至细节看到之后 希望它就背起来 也可以这么说 Too much candy will make a teeth rot 这个时候Rot就是 不许有动词了 就是本身它烂掉了 而不是食腐烂 都可以 都可以 这是腐烂的意思 那么本文中用到一个 习语短语 特别简单 在Rot后面加个 副词Away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Rot away 但是我们读在一块 往往连起来了 出现连读都用Rot away 但Rot away读快了之后呢 进一步把这个T 会轻轻着化一下 因为前面A 后面A 声带多震动 读在一块之后 这个T带着就震起来了 就发D 轻轻的D 这个动作 我们大声读边 Rot a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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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读更舒服的 就烂掉了 烂光了 烂霉了 慢慢烂烂烂烂 最后都没了 肉烂光 只剩下骨头了 对吧 烂光了 烂没了 就Rot away 可以这么说 那么一会在课文中 会看到这个词的 这个用法 那同样呢 还有 它的一个形容词 形式用的特别多 就浮烂烂的 就浮烂的 浮烂的 变质的 已经烂掉了 我们用这个词 大声先读一下 Rotain Rotain 叫浮烂的 这个烂了的 当然读快了之后 这个Tin 咱们先跟着三色说过 读快了之后 这个鼻腔爆破 就是Tin 还有Din 这两个音节 读快了之后 那个T 还有Din 舌头就不再弹射了 这个是闭住嘴 是气儿从鼻子出来 所以读快了之后 是这么读 Ro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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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哼哼 就是冷笑一样 这个声音 读慢的叫Rotain 读快了Rotain Rotain 浮烂的 这个现在掌握不准 没关系 在未来 我们会讲到 鼻腔爆破这个事实 那在四册里面 还会再次讲述 浮烂的 When Rotain Apple Spoils the whole barrel 就是一个烂苹果 毁掉了一整桶的苹果 这个Darrow 就大木桶 琵琶桶 就很多树的木板条 绑的一块儿 箍起来 构成一个大桶 就是一个烂苹果 是一桶苹果都烂了 就是我们说 一颗老鼠屎 毁了一锅粥 就这个意思 这是腐烂的变质 本文中出现 这个烂 都多次出现 作者替换 那么跟它几乎 完全一样的动词 就是这个DK 本文中一会儿 就会出现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DK DK 这个词表示腐烂 它本身的用法 跟Rot完全一样 极物不极物都行 你看刚才的例子 可以提款 Too much candy will decay your teeth 或make your teeth decay 这是完全可以提款 就是腐烂 或屎烂掉 或本身烂掉 都行 但是DK 一般不用DK away 没有这个用法 一般 这个并不是固定搭配 那么DK 还有一个Rot 所不具备的含义 DK可以做派生意 表示衰退 衰败 衰亡 衰落下去 就跟烂掉一样 慢慢衰退 衰亡 有DK这个意思 你看在老版本的新词册里 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老版本的第30课 第一句话 就四册 原来32开的老版本 就是在90年代之前 老版本的新词册 第30课 第一句话 出现这么一句话 Each civilization is born it culminates and it decays 这里这个DK 就表示衰落 衰退衰亡的意思 每一个文明都会诞生 它会达到高潮鼎盛时期 然后呢 又会衰退衰亡 像一个人出生到壮年 最后老死 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it's born 是被生下来出生了 it culminates 叫达到巅峰状态 达到最好的状态 我们那个动词 不妨同时记一记 把后面那个S去掉 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culminate culminate 最后and it decays 最后会衰退衰落衰亡 这DK 有这样的拍声音 这个意思在未来课文中 咱们还会见到 这是我们第一课 第一课里的词汇比较少 但是重点词呢 里面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好 第一课生词短语 跟老师就学到这 这一课程中的词汇比较少认词 这一课程中的词汇比较少认词